说来说去精彩的文化典故 人前人后好玩的八卦角度 解读经典不一定按照史书 字里行间最看重人情世故 我是冯一刚为您说人解字 今天我们继续来谈苏东坡 宋神宗元丰二年 苏东坡奉命调任胡州 到任之后就上表谢恩 其中有些话让朝中的政客不满 也担心苏东坡会再度得势 因此上表弹劾 说他是愚弄朝廷妄自尊大 就找来苏东坡所写的诗句 说他心怀不轨 奉刺朝廷和宋神宗的政策 苏东坡因此被捕 被关入御史台监狱 乌台就是御史台的代称 老四两百 什么两百 五台一摘一底就两百啊 你玩这么小啊 一百二十 我们在村子里面 我小时候都已经三百一百了 我讲哪去了我这 他在狱中写了两首告别诗给弟弟 把家人拖给苏澈来照顾 说自己愿意生生世世和他做兄弟 也感谢皇帝以往的恩情 一切只怪自己 后来诗作传到了皇帝的手中 皇帝看了大受感动 再加上许多人求情 经过了将近两个月的审讯 被放了出来 发配黄州 那就是求情 然后交保 像阿扁一样啊 你现在又要玩这么大 他被 被扁到黄州 他的生活困难 好友为他请得 东城的荒地来耕种 也就是所谓的东坡 他在东坡上 竹屋 种田 也对这块地产生了感情 认为东坡是像山石一样 坎坷坚硬的道路 自己也应该不必艰险地 在人生道路上前进 把东坡看作是自己个性的象征 于是自好东坡局势 苏东坡在黄州生活了四年 尽管心境苦闷 却产出了大量的创作 书画作品 是创作生涯的一个高峰啊 赤壁腹 念奴交 都是在此时完成的 作品当中 同时有消极的思想 也有豁达的心胸 他把矛盾对立的情绪 融合在一起 对于他此时在黄州的心境 也可见一斑啊 人生如梦 就出自苏东坡 念奴交 赤壁怀骨 人的一生就像是一场梦 世事无定 生命短促 江山如画 典故也出在这里 形容山川河流 美得像画卷 赞美自然的风光 大江东去浪淘尽 千古风流人物 顾类西边 人道士 三国 周朗 赤壁 卵石崩云 惊涛烈岸 卷起千堆许 江山如画 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功锦当年 小桥出嫁了 雄姿饮罚 与善观金 谈笑间 墙罗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 多情应孝我 早生花洒 人生如梦 一尊还泪江月 另一首 与前僧绿云轩诗 无肉令人寿 无竹令人俗 人寿尚可肥 世俗不可依 人没有吃肉会消瘦 没有竹子会变得庸俗 可是人瘦了 还可以胖回来 一旦俗了 就依不了 这就是所谓的 俗不可依 俗气的无可救药啊 水光炼雁 情方好 山色空蒙 雨一起 又把西湖比西紫 淡庄浓抹 总相宜 这是苏东坡的 印湖上出情后语 淡庄浓抹 原指西湖 景观富丽 与甜蛋的两种景象 演变为浓妆淡抹 来形容女子的装扮 老师你知道哪个制作人 最会化妆吗 那我怎么知道 王伟终啊 王伟终我认识他很多年了 他没有化妆 伟终哥 我今天才知道 伟终哥最会伟终 宋哲宗时期 这个时候的党争 不为政见而争 沦为为斗争而斗争 好像有一个朝代也这样 党人时常借故挑衅 尽管苏东坡不愿意被卷入党派斗争 也难以一己之力遏止政治风气 苏东坡决心自退 以龙图阁学士出任杭州太守 临行时老臣文艳博 特地来送他 劝他不要再乱写诗 苏东坡在马上大笑 我若写诗 有一堆人正等着来替我助解呢 苏东坡在杭州的时候 宽简税负 镇济灾民 兴修水利 五六月间浙溪大雨不止 苏东坡上任之后 及早采取了有效措施 帮助人民度过最困难的时期 并且组织民工 书遵西湖 竹堤建桥 杭州的老百姓感谢他 夸他是父母官 又听说他在徐州 黄州的时候 最喜欢吃猪肉 过年便抬猪丹酒 给他拜年 苏东坡收到了酒肉 指点家人 把肉切成方块 烧得红酥酥的 分给参加书镇工程的民工来吃 大家吃后无不称奇 把送来的肉亲切地称之为 东坡肉 杭州人民为了纪念它 湖中长蹄 也取名为苏公蹄 我是冯一刚 说人解字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